许多女人却是油爆琵琶半遮面 半推半就一番之后才会顺从 什么叫半推半就 半推就是不好意思 半就就是希望满足生理和心理要求 也就是希望就范 希望就范却又不好意思 而不好意思可还是希望就范 不管是爱情还是面对心爱的人 女人天生委婉害羞 女人不会很明确的告诉你 当你对女人有某种要求的时候 如果女人没有明确的表示不愿意 而是吞吞吐吐 犹豫不决 那么说明这个女人对你是不排斥的 也或许是有好感的 希望你进一步的表现 这时候你就不能傻傻的没有下文了 那么女人在给你暗示信息的时候 会有这三个方面的表现 你了解吗 第一 她不介意使用你用过的水杯 如果女人不介意你用过的水杯 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又升级了 两个人恋爱到了一定的深度 就意味着要步入婚姻 一般来说女人都爱感情 女人都有小洁癖 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共用餐具 如果女人不介意你 说明女人把你当作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了 这个时候男人不要分不清 要记得主动 主动表达爱意 第二个 恋爱中女人表现得很主动 她主动联系你 主动找你 在恋爱过程中 一向矜持的女人表现得很主动 她会积极地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与你取得联系 并且对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 那么这个女人对你应该是有好感的 但是基于女人的被动性 她又使活不肯承认是喜欢你 那么她可能是在等待你的反应 也可能是在试探性地想与你的关系更进一步 由于正常情况下 恋爱中都是男人比较主动 女人就是希望你能先开口 你能表现得很积极 很在乎她 这时候作为男人 你要表现出你积极追求的一面 你要表现出你对她的喜爱欣赏之情 第三个 你们一起约会 有些累的时候 女人主动邀请你到她家里休息回聊聊天 当你们已经确定在谈恋爱 是情侣关系了 但是感情还没有升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们约会的时候有些累了 女人很主动 邀请你去她的家里休息回聊聊天 那么这说明 女人对你有好感的 甚至对你充满信任感 这个时候 如果你也非常喜欢对方 那么就不要再无动于衷了 该是你主动表达爱意 将你们的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了 女人迫于这样的社会传统文化压力 当她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 就只好主动采取这种被动接受的行为方式 任由男人去做进一步的操作 她则半推半就的去顺从 女人半推半就的结果 不是推开了 而是就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